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比较一下两次大时代 1974年和2022年 1974年的香港股灾 坊间称为大时代 2022年香港股市也出现了一次 小型的股灾 所以这次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 这两次股灾 有高度的相同的地方 两次大时代都一样是起源于一场战争 引发全球石油危机 导致石油价格的飙升 继而导致全球通胀急增 各国唯有不断加息去压抑通胀 形成经济衰退 股市崩盘 先讲1974年的香港股灾始末 1973年10月中东爆发一场 以亚战争 阿拉伯石油输出各组织实施禁运 引发了第一次的石油危机 石油的价格可以给这幅图大家看一下 石油价格由1971年4月的2.18美元一桶 攀升到1974年1月的11.6美元 升幅是以陪计的 这幅图我们将它全部都经通胀调整之后 用今天的价格我们去比较一下 就可以看到原来在1970年代 大家看到1973至1974年 这短短半年之间 油价是由24元直线冲上64元 升幅两倍多 这是以今天的价格计算 已经通胀调整了 而且此后还是持续上升 升到1979年 更加是冲上一次历史新高的144元 才慢慢回落 那就有一段长时间的石油较低的价格 随着石油价格的急涨 以倍数的石油价格上升 美国就随即进入一段 称为大通胀时期 Great Inflation 1973至1981年的 这些药膜89年的时间里面 就称为大通胀时期 1973年的通胀率 是上升到8.7% 那当然了 背景原因也都和美国是 不断增加货币供应有关 大家都应该记得 美国在1971年 大方面取消了布雷顿森林协定之后 自然就不断增加货币供应 那既然通胀急升 那今天大家就耳熟能长 当年的美国联邦储备局 同样也是透过加息去压抑通胀的 那大家看看第二幅图 自从1972年开始 其实美国已经是开始进入加息周期的了 低位约由3% 加到1974年的7月的一次高位 13.3% 这里一加又加了10厘 那此后就辰转回落 到了1977年 有一个低位4.6% 但是Paul Walker上台 为了打击不断攀升的通胀 所以不适落重弱 挨幅持续加息 加到历史高位20厘 那这个事件 或者我们下次有机会 可以再详细讲一讲这段加息的故事 一场战争引发石油危机 石油价格导致全球通胀飙升 各个都要加息 加息就导致资产价格 需要重置 因此香港在1974年就出现一次 史无前例的惊人股灾 称为大时代 在这幅图大家看到 1967年暴动 暴动58点 然后辰转上升 这个大时代在1973年 3月9日 就迎来当时的高位 1774年 短短三个月就升了1.1倍 但是1974年爆发石油危机 所以香港当时更加要实施灯火管制 1974年12月10日 恒生指数下跌 跌到150.11 跌幅91.54% 水平回到1969年的时代 1974年的事件 可能要一些长辈介绍一下他们当时的经历 但是2022年的香港股灾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情况跟1974年的股灾起末 非常相似 内容只是改了年份和地点而已 2022年的2月爆发俄乌战争 欧美向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 引发了一场石油危机 石油价格由2021年12月的65美元一桶 攀升到2022年3月的120美元 升幅差不多一倍 再给大家看看 大家看到这幅图 在2022年是冲上120美元的高位 现在其实也转转回落到80美元左右 但是全球的通胀都仍然高企 美国是自从2020年起 通胀就已经开始由谷底回升 我给大家看一幅图 这里你会看到 由2020年开始 由约翼是零通胀就开始持续上升 但是俄乌战事爆发 就更加是直冲多年未见过的9.1% 这是2022年6月的近年 美国通胀高位 所以又一次进入这一段 由2021至2022年 何时才通胀回落到 联储局的2%的目标水平 所以都说不准 但是起码又会迎来一次 可以称为大通胀时期 这个当然也跟疫情爆发初期 以至到由2008年之后的QE1234 不断大幅增加货币供应有关 所以美国同样也是用加息 来应对高通胀 所以由2022年开始就持续加息 由0.25来一直加 加到最新2022年11月的4% 而且更加扬言将会继续加息 所以大家会看到又迎来一次 全球高息的时代 结果就是又一次香港股灾 这个股灾 大概可以大家看看 在2021年尾的时候 香港的股市都是非常暢旺的 如果再看前一点 2021年2月19日 是曾经高建30644点的 这个比2018年的历史高位 只是差2500点而已 但是2022年爆发俄乌战争 又出现石油危机 香港实施联系汇率制度 就必须紧跟美国加息 所以2022年12月恒新指数 是跌至14687点 比起年初 以2021年12月31日计的23397点 足足跌了8710点 跌幅由37.2% 差不多四成 虽然跌幅都远远低于1974年 大时代的跌幅 但是跌超过三成 已经是属于崩盘的水平了 而且市场就约清 已经回到1997年的水平了 所以我们不如总结一下两次股灾的经验 其实自从1971年 美国取消布雷顿森林协定 央行就经常都大幅增加货币供应 通胀就随之而来 大量的资金流入股市 股价就自然疯狂飙升 而同时二战之后 世界的经济高度依赖石油 各行各业都是用石油作为主要的能源 石油仿佛就变成了国际货币的真正本位 而当石油输出各组织 同意用美元来计价 那就形成所谓石油美元 PATROL DOLLARS的类本位货币制度 因此一旦爆发战争 如果引发石油危机 供应不足所导致的石油价格飙升 势必引发全球高通胀 而且由供应所带动的高通胀 是难以在短时间之内 透过减少需求来压抑通胀的 但是央行又别无他法 只有加息一招 所以就经常都因为大幅加息 而导致资产价格需要重置 变成是人为的股灾 不但在1974年曾经上演 时至2022年又再度公演一次 历史不会重复 但却惊人相似 也好 感谢观看